好 再次感謝各位傳媒朋友 這麼晚和這麼頻迫來到港大這個地方進行採訪 今天學聯和政府官員就著學聯與政府的對話 展開了第三次籌備會議 今天就著幾個比較記上的問題達成共識 第一就是這個時間和日期 暫定初步政府會和政府的官員 包括可能是政改三人組 在星期五的下午四點鐘進行第一次的會面 但是這個地點暫時雙方未有共識 要再找一個合適的場所安排這次的對話和會面 最後政府的官員劉剛和劉先生也提到政府方面 希望這次的議題圍繞兩樣東西 剛剛他們也提過 第一就是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 第二就是政制發展的法律規定 學生即學聯其實對於政府提出這個想法 是感到相當失望的也有些憤怒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政府依然提出這兩個問題 顯示政府沒有誠意 也沒有正視現在香港面對這麼大的政治問題 也沒有正視面對這一班在街頭佔領了這麼久 是這麼多不滿市民對於政改的看法 所以我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相當之沒有誠意 也希望政府官員在會面 促成了對話會面的時候 是真的可以正面面對香港的政治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這個政治問題是由林鄭月娥司長 是由這個特區政府一手一腳的造成 他們是首先交了這一份差勁的政改資訊報告 再由梁振英解僱整個政改五部曲 才是引發到今時今日這樣的局面 才引發到今時今日香港面對這麼大的政治問題 政治危機 才引發到一場這麼大型的群眾運動和佔領運動 再加上政府曾經用一個這麼粗暴的手法 鎮壓學生和鎮壓市民 包括是用胡椒噴霧 包括是用防暴的盾牌 包括是用警棍去打學生和市民 更加包括9月28日 在當月全香港全世界面前 向著學生和市民 扔了87顆催淚彈 政府曾經是用一個這麼粗暴的手法 就著這件問題去對付或者鎮壓學生和市民 但他今時今日面對這麼大的問題 他仍然是希望用著這兩個所謂 政制發展憲政基礎和政制法律規定 去希望玩弄香港市民和玩弄我們這班學生 我相信我們對於這個政府的說法 是真的表示非常失望和非常憤怒 我們亦都希望促請特區政府和林鄭月娥司長 以及政改三民組 是真的可以拿出勇氣 拿出膽量 去正面面對香港這個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是政治解決 不要用其他花招去玩弄香港人 最後他們也都有消息提到 就是可能將來這兩天都會在不同地區進行清場活動 那賀聯在這裏再表述多一次的就是 如果政府是有任何清場或者是不妥善 這樣處理佔領和反對佔領人士之間的衝突的話 是絕對是會影響到學生和政府之間的談判 那最後想說多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香港的市民香港的學生 你熬到今時今日是相當之不容易相當之不簡單 包括好像剛剛說我們熬過了催淚彈 年輕的學生年輕的市民 或者是很多香港爭取民主的市民 面對著一顆一顆催淚彈 是用水充瘦了自己的臉 然後再走上前 再繼續抗爭再繼續佔領 面對警察 我們很多人可能已經被人拘捕或者被人政治檢控 但我們都反回去抗爭現場 因為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訴求 有一個共同的希望 就是希望我們香港人 真是可以落實到一個民主政制 香港的未來真是屬於全香港人 包括年輕人和包括全香港的市民 所以我都真是 學年都真是在這裏呼籲 所有的社會言達 所有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 是把壓力把矛頭指向政府 或者是指向這隻武器 必須我們要提心一致 是要求政府 第一不可以也都千萬不要用那些暴力的手法去鎮壓 和傷害學生和市民 第二就是希望特區政府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給壓力特區政府 是真的可以拿出勇氣 拿出誠意去正面面對這次的危機和問題 是 Lester 想問我們 剛剛就提到 對政府提出兩個基礎 根本十項 現在是會升旗五的時候先 看看他的態度 哪有時候才會總止 當中的問題是怎樣 我們呢 是真的的確學生很有誠意 和政府對話 亦都我們見到收回來的反應就是 香港的市民亦都很希望這次的對話可以速成到 所以就是我們必然會在會上去 去表達學生的訴求 表達學生為何希望提出這個對話 或者為何會發起或參與這個佔領的行動 再希望呢 得到這個政府會議 我們最希望對話的 不是就著一些 就是無靈兩口或者飛水巨 無靈兩口的問題呢 是再在這裡爭拗一大量 而是真的希望特區政府呢 可以正面面對這個政治問題政治危機 先問一下 剛剛劉光雲和胡編 最多去排行的人 所以他們會跟你們一起去做 整體中三次和學民 派對和他們一起去做 要回去和兩個團體商討 但是呢 我相信呢 就是和政府說呢 都是這次一個學生和政府的對話 所以都是可能會和學民思潮那邊去商討一下 究竟他們會不會一起參與 學聯對這個是自開放的態度 就是可能要和學民思潮去商討一下先 再去看一下 政府呢 願不願接受 就是不同團體 不同的學生呢 在一起和政府參與這個對話 So you are happy about the two areas of discussion Why haven't you say no? Because I believe that Hong Kong students We are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and Hong Kong citizens are very keen on having this political dialogue to solve this political problem So then we do hope that we do urge the Hong Kong officials we do urge carry them to face the political problem to face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reform directly but not using some tracks to play us again You are losing bargaining power I do not believe that we are losing bargaining power because Hong Kong people are really ready to come out again and occupy to participate in the occupation movement again Can you describe which items you would like to ideally cover in the talks I believe that our goal our goal or the Hong Kong citizens goal are very clear that we want to establish a democratic election we want Hong Kong citizens to enjoy a basic way that we can elect our own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can elect our chief executive so that I believe this is the major problem that it is to establish a democratic election so how are you planning to specifically hold up occupation design and how to keep up occupation how do you keep up with the moment we urge the Hong Kong citizens and we urge the Hong Kong students to continue and to be determined to continue our occupation movement that Hong Kong Federation students and the different parties will insist this occupation movement with them until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has made some cons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political reform issue so you can face to face to convince them to keep up the occupation to keep up the occupation 就是進入這個會談 會不會被其他市民去參與 我們跟政府的官員 堅持必定要有傳媒在場 和會有這個直播 但是地點在哪裏呢 其實就仍然在商討 沒有結論 沒有結論 你們都表示失望 其實你們期望 今次第一次會談 想得到什麼成果 第一 就是希望將來那個會談 還會有什麼議題 是緩衝分量 我相信香港市民 和香港 就是我們的學生 包括學聯也都 和民思潮或者佔中三思 或者其他團體 的意願也是非常明確 但是政府呢 一直都是沒有迴避 都是沒有迴避 它現在香港面對著 這麼大的政治危機 或者政治問題 亦都沒有正面承認 這個局面呢 香港現在今時今日 這個佔領行動 或者一個這麼大的政治危機 其實是由特區政府 包括林鄭月娥的司長 和政愛三民組 和梁振英 是一手一腳組成 所以最希望這個對話呢 就是希望局長 司長 是真的可以正面回應這個問題 那時候也有問題 會談之後 會不會都撤走佔領的日子 或者是結束佔領的行動 我相信這個是相當地視乎 政府的誠意 或者是政府的回應 是怎樣的 如果政府的回應都是一心一意 其實不是想解決問題 而是想棄攏 這一班 就是我們這班學生的話 相信佔領行動 哪會繼續 那時候可以說一下 會在裡面 你們是不是有 就是政府方面 提出來 就是想拒絕什麼 拒絕而他們 打倒了 是不是 沒有打倒了 就是 他呢 其實就提出了 他那兩點 就是那兩點 我們也很明確 就是希望政府 回應學生的期望 或者訴求 就是 就是 那他失望什麼 就是 對於他提出這兩個 就是相當的失望 因為他 因為他 我們提出了什麼 我們要求政府 就著這次的一個政治危機 去作出一個方案 因為我們見到 其實剛剛副秘書長說過 這個今時今日這樣的局面 其實是政府一手造成的 從他寫一份報告 差勁的報告 然後由梁振興啟動了政改五報局 因此我們希望整個矛頭指向政府 是政府要提出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出來 而不是用一些花招 用一些花言巧語 去將這個問題 簡化成為一個戲弄的 普通的一個對話 其實到處之後 你們會不會持續 或者進入那個抗爭行動 你會不會想到 我們今天中午提交 可不可以有一個 全民投票波架決定 或者將來運動的 那個進行是怎樣 你會不會考慮 現階段我們必然會堅持 公民抗爭的佔領行動 直到政府作出一些實質的讓步 或者直至對話 是有些實質的成果為止 至於佔領之後 各方人是怎樣 包括可能是全民公投 包括可能有一波更加突然的不合作運動 這個暫時是 未適合在現階段那裏討論 現在我們必然會堅持佔領 在府上有沒有要求過政府 說在第一次交談之前 所有佔領都不可以平常 有沒有跟政府提出 這個事也是我們學聯 相當清晰的立場 而三次的會面 也都是有清晰的 向政府官員提過 就是如果政府 對著佔領的朋友 對於佔領的香港市民和學生 是做出一些清場行動 或者甚至是用一些粗暴的手法 去到的距離 或者是好像之前那樣 不能夠妥善地處理 佔領和反佔領人士之間的衝突的話 必然這個絕對會大大影響 我們和政府之間的對話 如果您是失敗 為什麼您在談論 人們都很累 除了要求他們出發 有任何方法 要保持這個行動 我相信這個問題 你必須問Carrie Lam 或香港政府 因為香港政府 沒有任何空間 去解決這個政策 和我們的保障 人們的怕警察 去出發 人們有馬上想寵 要求買官員 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會是 您的負擔 該知警察 對香港政府 請求 因為他們很高 我们会选择这个问题的问题 我们会选择这个问题 如果香港人或其他公司 还会选择这个问题 我们会讨论我们会继续 我们会继续这个问题 可以考虑一下 您会考虑一下 如何合选择 和法律的根性 How does legal basis of political reform affect your calls, your demands, your expectations? I believe this has been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tactics. In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they use the legal problem to emphasize the legal problem instead of the political problem. We do not try to mention that the legal problem is not important. 但我們相信 最重要的是政治問題 你意思是否說 如果他們繼續起壓 說的兩件事 適合那兩個方法 如果我們堅持的就是 如果他基本上就是不正面回應 當然如果他可能在這兩個議題之下 真的能夠正面回應香港市民的訴求 真的能夠推動香港民主戰爭的話 我們當然是有這個空間繼續跟政府談下去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這個態度 或者看到這個可能感受到的訊息 或者收回的訊息就是 政府其實都是糾纏在一些 相當之瑣碎的法律條文 或者是法律框架底下 其實可以面對到市民的訴求 或者面對市民的期望 其實他有沒有這麼誠意地這樣做的話 這個是相信會上的大家 除了是與政府裡面的學生 和學聯的成員 市民也都會知道政府的態度是怎樣的 其實到香港的時候 有幾個成熟可以去幫忙 我相信其實今晚已經是 就是我離開這個記招 就是跟政府說 是真是一個很大的訊號 就是要跟政府說 其實你真是必須要正面面對學生的訴求 正面面對市民的訴求 否則其實真的大家都知道 全香港人知道 即是各位採火這麼多人都知道 香港人其實真的很希望 落實到一個民主的政制 希望真的可以推動香港的民主化進程 今晚的討論應該很厲害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在昨晚都達成了共識 就是學生和政府的官員會面 是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面 在互相尊重而直接的對話 當然我們在籌備委員會上面 也是可以秉持這個原則 就是在平等基礎上面 是互相尊重的 對方的主義 您還在想法 您還要怎麼想法 什麼法例子 人都問你 我相信 政府需要接受 香港人計算 香港人計算 這位是 您的責任 他寫了 我會說 他寫了 很坦白的報告 關於政策的政策 因為現在的情況 會被控制了 所以他必須回答 和學生的質疑和學生的質疑 最後質問 最後質問 可以嗎 我們在管理政府和人們要留在街上 哪些方式有的方式 要保持著你的動作? 我相信我們在計劃一些 其他社會的社會主義 我不是說什麼 社會主義主義 我們在計劃一些社會主義主義 我們相信 這個社會主義主義 他不能用液滴的警察,他不能用警察,他不能用警察,他不能用警察, 因为有很多人的批准,我相信有10,000的批准,有10,000的批准的批准, 所以我信仿 Mo同一终内会访罪加 ÅK, 否则我相信林 client地会 NOT认训备进行直接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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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